提到德国 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 是横扫欧洲的小活子希特勒 还是他战后惊人的回血能力呢 可你知不知道 这个曾经让整个世界都震慑了的国家 现在都快没啥人了 国家都开始拆房子种草地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德国人都哪儿去了 今天 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 松诺贝格 一个没啥名气的德国小镇 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玩具做的好 玩具行业蓬勃发展之时 一排排挡房子 在这儿拔地而起 新房子整齐而漂亮 夹夹呼呼都充满了孩童的笑声 如今房子依然整齐漂亮 但却早已没人居住 柴前队已经拆除了60多栋房屋 并在原址上重新种上草地 松诺贝格虽只是德国的一个小镇 但却是整个德国社会的作用 整个德国都面临着一个问题 人口萎缩 人口萎缩这问题呢 已经成了大多数国家去攻克的难题 连我国这种人口大国 都从少胜又胜幸福一生 变成了一个不够两个还行 三个正好的状况 德国的人口问题呢 则更加严重 2015年 德国的出生率 曾经达到了近33年来的最高峰 1000名妇女中有56名新生儿 上一次德国有这么高的出生率 还得追溯到遥远的1982年 这个数据再次给了德国政府希望 然而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2015年以后 德国人口出生率跟股市的股票一样一路下低 即使是按2015年德国的出生率 在未来的40年间 德国将会减少1000万人口 都不生孩子 大工人哪里来 这可击坏了德国政府 德国政府又会如何鼓励德国居民生孩子呢 德国这种低生育率的情况 在近几年稍微得到了控制 但这对德国而言可不是个好消息 因为为生长率 在增长做功势的不是德国本土居民 而是外来的移民人口 外来移民对本土人民造成冲击 在土生土长的德国人眼中 现在的德国他们已经不认识 即使是他们有生意意愿 也更倾向于移民到周边国家生育 不过这种想法求个也能理解 你想想 要是在你家乡的街道上 都找不到几个黑头发的中国人 反而到处是肤色不同的移民 谁的心理能好收啊 而且这些移民的素质呢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德国人又不想德国变得陌生 他们为什么不愿意伤孩子呢 德国国情可不同于中国 中国的孩子呱呱坠立 奶奶外婆都会帮下把手 德国小夫妻孩子生下来 都找不到他的奶奶外婆 受个体主义思想的影响呢 他们大多专注个人的晚年生活 小夫妻也在这边孩子养得艰难 爷爷奶奶还在忙着环游世界 这种情况下孩子只能自己待 父母根本不能全职 只能被迫从事低收入的兼职工作 他们大概每周工作17个小时 每月可以获得约600欧元的工资 德国呢有400万的职业女性 约有四分之一从事这类兼职工作 鉴于德国目前的人口萎缩 德国已经颁布了一项法律 为12个月大以上的所有儿童 提供免费且贴心的日托付 近几年德国托儿所的数量就放了三倍 孩子的问题解决了 养孩子非用谁来出呢 没有一个孩子出生 德国会发放4.5万欧元的奖励 折合成人民币大概35万 为了让德国公民生孩子 德国政府可是煞费苦心呢 为了让产费有个好心情 德国还增加了父亲配产家的期限 允许父母双方在产家期间 领取先前年薪的三分之二 要知道德国女性的产假最长可是有三年之久 德国可以说是做到了一人怀孕 群家放假 送孩子的钱国家给 孩子生下来国家给你带 到了事学年龄也不要紧 德国早就实现了幼儿园到大学全部免费 为了推动上述所有政策 德国可是花了大价钱 2016年 德国在免费的日托所 以及产家工资与抚养费福利上 总支出超过了900亿欧元 当年德国的国防预算才350亿欧元 生育福利支出是国防的2.5倍 可即使是这样 仍未能激起德国适临人员的生意意愿 因为新一代的生育适临人员 从小接受的就是客体主义思想 自己快乐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要生一个孩子 来打破现有生活的平衡呢 而且从实际情况考虑 在我们看来德国的补贴还不错 可生意奖励是按月发放的 大概每个月每个孩子200亿欧元 根本不够精心的抚养孩子 每个月1600亿人民币 能在北上广等大城市养孩子吗 那本土居民不愿意生育 德国只能向外发展了 书记表示 2018年 德国有741万外来移民 这些移民可不是德国向往的 高素质高尖端人才 而是中东逃来的难民 中东移民的大规模涌入 造成了德国本土居民 开始向周边国家移民 这一让德国本不富裕的人口 再次居上加爽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麻烦各位看官 有你发财的小手给了个点赞 关注吧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